能说你爱他吗 爱 爱他的外表 而已 对 对 你理解这就是爱是吧 没有 只是说大大方方的承认嘛 一个人爱美 你回头的问题 人皆有是吧 爱美没问题 我问你爱他吗 我没问你爱他的外表吗 你压根就不爱他 你像所有人都说他有病 你想干嘛呀 你想抬高自己呀 你看我多么爱他 我对他不离不弃呀 我照顾他 他有病我都不嫌弃 你想你想提高自己呀 甚至于 你想象周围的人都远离他 他听你的啦 因为别人躲在他远远的 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躲开你啊 有 好吗 你给他造成了这种舆论 你鼓励他呀 你真的是不爱他 所以姑娘 为了自己身心健康 远离他 好吗 他真的真的不爱你 他只爱你这张脸 谢谢曲总 每一个人我们就跟他说的 每个人我们去做量表 一个量表坐下来 有点倾向 很正常 你去做也有 他去做也有 很多人去做都有 不是精神障碍 你不能这么说 你在他的朋友面前 说你女朋友这个病 那个病的 他没事是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没事嘛 今天如果你们养成这个习微 万一要遇到一个真的病人 怎么办 他要出事算谁的 你们谈恋爱归谈恋爱 不要拿这个事开玩笑 他不好笑 一点都不好笑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们俩都是吧 所谓颜值即正义 有那么一点颜值的那些人 纠纵的真是没边论 说出来那个话 他难道不应该吗 他不就是看上我的脸了吗 我说句不好听的 今天你的脸要出个什么问题 你这辈子你就算完了是吗 你就不过了是吗 纠纵这件事情 会让你在所有的宠爱里面 迷失自己 到最后你会感觉不到爱的 为什么你现在越来越感受不到 他的爱了 不是因为他不爱你 或者不是因为别人不爱你了 是因为你感受不到 你已经麻木了 因为你焦纵到一定的程度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 遇到很多原生家庭 明明父母很爱他 他回过头来跟我们说 我觉得我爸妈不爱我 为什么 焦纵啊 他已经感受不到爱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没病 你们谈的这段恋爱是有病的 不可爱 不温暖 都以为是对方应该的 理所应当的事情怎么那么多呢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 不应该好好的 管理自己的工作 管理自己的事业 管理自己的人际关系吗 他这么诬陷你 你就这么算了 你的自尊心的姑娘 之前有提过 然后他又哄着我 什么叫 你看你怎么就哄回来呢 你的自尊心呢 你们连这么一点底线都没有 自尊心都没有 说什么别的爱情 所以我们先把尺度和分寸感这件事情 给学学好 就这样 因为这事专心的 那是吗 脑缔 放裂 我来说 我来说